我們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可俗,特別俗。 父母就沒什麼文化,但是這個名字卻可以有一番解讀。 在書文解字中,周代表的是周密,細緻,非常周到, 銳指的是吉祥好御章,紅我們就都知道了,吉祥好御章。 那就這個名字,如果他這種聲音來講,他寄託了父母對我的祝福。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的漢字啊,每一個字後面都有智慧。 就像剛才康老師說的,都溫暖,有溫度。 那現在呢,我就把我名字中包含的父母對我的祝福,也算一個在座的各位。 祝願各位,時時刻刻,幸福如意。 我們可以背這首詩,一點問題都沒有,對不對? 那您現在可不可以把眼睛閉上,背一下這首詩。 是,是,是,春曉,您自己背一背,初聲背一背。 春曼年曼年曼,處處聞幾秒。 夜來風雨生,花落吃多少。 好棒,給您入掌。 啊,窗外,冰雪天地,室內溫暖如春。 當我們背著這樣的詩句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閉著眼睛可以感受到春天,春花浪漫的時候, 一夜風雨而來,我們聽到春鳥的提鳴, 聽到春風春雨的喧囂,甚至聽到春花落地時的低音。 這種通過文字給我們的這種感覺,就是我們,啊, 在極小的時候,父母讓我們背誦的時候, 就已經落在我們的血液中了。 這就是初始我們被唐詩的印象。 所以到現在,我們依然能夠被送出來。 我們再看這首詩。 在座的歌名應該也非常熟悉,是吧? 來記憶的一首《問》《流石酒》。 我們還能背下來嗎? 不能。 不能。 那我們讀一下好不好。 謝謝。 綠椅,新配酒。 紅泥,小火。 晚來天欲雪,能以一杯無。 我們想像詩人窗外大雪紛飛,天氣極為寒冷。 詩人點著小火爐,煮著這個什麼呢? 酒,這個酒是新酒,還比較溫濁,不清澈。 然後就想想,朋友在外面寒冷嗎? 朋友在外面孤獨嗎? 來吧,來我這裡吧,我們一起供你一杯。 就這樣一首小詩,就讓我們在寒冷的時候, 我們的心感到溫暖,不加雕琢,不加修飾。 就這麼簡簡單單的,真正的,純純的有情, 讓我們的心特別溫暖。 所以我就想,即使遠離異鄉,即使我們偶感孤獨, 但是當我們背素起這樣的詩句來的時候, 我們的心溫暖如春。 這就是我們古漢語的魅力。 我們古人給我們留下的這麼美的東西, 我們肯定不會希望,在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在我們下一代的下一代, 讀不懂這樣的詩句。 詹老師,請問這個叫綠衣。 綠,心,黑,酒。 它是新主的酒的顏色。 就是剛剛釀的那種酒。 綠衣,酒的顏色。 對,就是它還沒有達到那種, 就是像我們現在說的特別棒的那種酒, 那種清麗。 它還沒有,還比較渾濁那種。 所以呢,我就在想, 尤其是在柔維和老師的交流之後呢, 老師都有一個困惑。 就是他們說現在的孩子, 不喜歡學中文。 這能理解語言環境的影響。 那現在能教孩子們認清很多中文字, 就已經很開心了。 那能不能讓孩子們在認清很多字的基礎上, 用中文去寫作。 而且再讓這中文寫作, 能夠美一點,就是一個比較難的課題。 但我覺得也是個可以實行的課題。 也是今天,我特別想和大家交流的這樣一個問題。 困難是有目共舞的。 我們的孩子, 是有兩套符號複雜的應用, 甚至是三套符號。 一套我們現在的瑞典語, 這是他們最常用的, 他們的環境爐子。 他回到家裡, 肯定想跟你說孩子, 他自己身邊發生的事, 和朋友之間有什麼故事, 在學校發生的事嗎? 他第一可能考慮到的就是用瑞典語。 因為這是他在學校使用的。 第二,大環境影響, 他們會說英語。 第三,咱們是華人。 咱們很多時候要我們的孩子, 你要學漢語, 你在家你必須跟我用漢語溝通。 而這恰恰也是孩子最不喜歡的。 因為他離漢語遠了一點點。 他能用漢語交流的只有您。 所以在選擇使用漢語的時候, 他是感到有些困難, 也有些困難。 這就增加了漢語的認讀和寫作的難度。 那這麼難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能讓孩子愛上漢語, 從而走上漢語寫作的道路呢? 那今天我就想從三個方面來講。 第一方面, 破寫。 第二方面, 防寫。 第三方面, 就是禁物。 我們先來看一下, 破寫。 一個矮版的詞, 就像一瓶墨汁, 一不小心滴在一幅畫上, 很不好看。 但是假如你選用了一個鮮活的詞語, 那它就像一滴水彩, 讓你的畫充滿了靈性。 我們依然是從一首詩來看起。 我們的孩子都會背這首詩吧? 很簡單的一首詩, 沒有什麼折扭, 沒有什麼晦色難懂的詞語, 特別清新, 特別自然。 孩子們讀起來也特別喜歡。 我們一邊讀的時候, 你的眼前能看見什麼畫? 你會怎樣的畫呢? 一隻鵝, 這個鵝的顏色是? 白色。 寫白的鵝。 這個鵝給我們看到的, 它的形狀是? 彎曲的脖子。 對,彎曲的脖子。 這是鵝的形狀。 那如果你細心的話, 再看看鵝在水中滑動時, 它的腳長是? 紅色。 紅色。 有了色彩, 有了形狀。 那這個鵝有沒有叫聲呢? 有。 有。 曲向向天。 鵝。 我們可以讓孩子們, 兵費式一邊, 模仿出什麼鵝的叫聲。 它會很高興地叫出來。 它甚至還可以, 學著鵝游動的樣子。 還可以學鵝張開翅膀, 笨笨地飛跑的樣子。 好, 那這樣, 就讓孩子們, 能夠了解到我們的堂師。 是有色彩。 是有形狀的。 是有聲音的。 那進而也就意味著, 我們每一個漢字, 也可以是有色彩, 有聲音, 有形狀的。 就這樣激發了孩子讀詩的興趣, 我們就可以做第一步的小訓練。 採用填空的形式, 進行情境式訓練。 萬萬不要著急, 一點一點的來, 畢竟, 這是開始漢語寫作的第一步。 好, 反規一下。 我不覺得是在講課, 我就是想跟大家交流溝通一下。 所以您覺得有什麼問題, 您就可以直接說。 對, 很重要的一步。 可以了嗎? 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下了個雪, 我們說一朵雪花。 然後樹下呢, 有些樹是綠的, 有些樹已經掉光了枝葉。 這些都可以在孩子們的觀察之中。 那一朵花, 可以加一個詞去修飾。 這就是填空式訓練。 一朵什麼樣的花, 或者一陣什麼樣的風。 這個所有的觀察到的緊固。 還有一些小小的事物, 都可以作為訓練的小基礎。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我們來看看。 這是給小朋友做的一個小練習。 看看他們寫的。 不過這個小朋友, 是屬於小學三年級的。 在內地小學三年級的孩子的水平, 可能是像於我們這裏。 大概出口中。 出口中。 出口中。 好。 那還是有白色。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可以再降低一點。 對。 我們來看看這些。 激光板石中間那個。 對。 下面那個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些孩子們, 他們寫的。 他們, 我們先從花開始看起。 第一個說的是芳香的花。 也就是說, 這個孩子在觀察花的時候, 他是注意到了花的味道。 從感官來講, 這叫? 秀覺。 那再看這個。 一朵五彩繽紛的花, 我們一看就樂了。 什麼樣的花能夠五彩繽紛? 但起碼說明了一點。 這個孩子在觀察花的時候, 他注意到了它的? 顏色。 對。 我們這叫? 視覺。 這看一朵艷綠的花。 雖然他沒有說出這個花, 到底是紅的還是粉的還是白的。 但他覺得花的顏色很艷麗。 說明, 他已經是從視覺的角度, 能夠用一個詞來進行修飾。 這個角度稍微高一點。 還有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一朵小小的花。 一朵小小的花, 我們就感覺在風中, 那麼小的一朵花在風中搖曳, 也是蠻可愛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從花的幾個選曲的修飾詞來看, 孩子, 他的感官是完全可以被打開的。 只要能到視覺, 聽覺, 嗅覺, 都可以從各個角度來寫。 那再看這一點, 寫風。 一陣清涼的。 一陣清爽的。 一陣涼爽的。 僅僅是讓人感覺到涼的風。 孩子們就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感動。 說明他們的詞彙量還是蠻豐富的。 但一定要注意一點, 他們說的都是清涼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自廣東。 而且我在給孩子們留這個作業的時候呢, 恰好是廣東的就十月份。 十月份還是比較熱的。 接近三十度。 所以他們風一來, 他們好開心。 都覺得是什麼? 兩點的。 寫了兩個角度。 但是這個寫的也很有意思。 這是一個孩子寫的。 輕輕的風。 不過我們覺得這個小孩子一定是個心中充滿詩意的孩子。 寫的很有詩意。 所以小孩子觀察、引導,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驚喜。 那我們再來看。 選用小小的短語訓練, 把世間萬物融入孩子們的世界中, 他們肯定會創作出來富有詩意的句子。 而小小的詞語組合起來之後, 進行第二步訓練。 第二步訓練就是, 對俊男子的訓練。 這首北朝樂福明歌, 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小時候, 北朝樂福明歌都特別喜歡, 是不是? 您可以再背一下嗎? 這是一個, 非常多的詩, 我們下次會看到, 很聰明的詩。 那我自己放在座以後, 很高的詩裡面的詩。 再來。 這是一個, 相互的詩, 這句話是詩的詩。 很清零的詩。 不是在廣覽的詩。 这首禀条编歌只有呢二十多个字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二十多个字 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非常壮阔的画面 这个画面有什么呢?请大家说一说 有沧茫的天空是什么形状的呢?穷茹的花盖 那这是一个壮阔的画面 在这壮阔的画面之中最为明显的是什么呢? 天苍苍野蛮吗?风吹草地陷牛羊 草高不高?高不高? 那我们怎么知道草是非常高的呢? 风吹过草被吹得低下的头 牛羊才显现出来 那就意味着草非常高 那再请大家继续想想一下草是什么颜色呢? 绿色的 当牛羊满地跑的时候草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绿色的 牛羊要吃草,对不对? 绿色的,牛羊又是什么颜色呢? 白的,黑的,黄的,黄的,那就多了,是吧? 对,黄的,黄的,对吧? 好,所以我们就发现 就这么短短的二十来个字 非常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壮阔的画面 也描绘出了一个风吹草地陷牛羊的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色 怎么来的呢?就是选取的词语 天是苍苍的,圆也是茫茫的 那这种词语的选择就让每一句话就有了一个生动的画面 也就是说,这个画它非常鲜活地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就是词语选择的主要性 进行一个小小的短语的训练 小短句的训练 刚刚我们是进行词语的训练 第二步,别着急 词语训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一个小词语的学 我们就开始进行短句的训练 选取训练的点一定要贴合孩子们的生活 可不能太高大上 我们虽然说在讲我们的文字要有诗意 但是诗是来自于生活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写作对于不太喜欢运用汉语的孩子来说 一定要让他有兴趣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选最贴切的 我们这边有不少小狗 冬天也在地上撒花的 小孩子们都选小动物 我们不妨就从小动物入手 我看见一只什么样的小狗 在什么样的树下在做什么 就这种小句子非常适合他们去训练 那如果这个句子再拓展强一点的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扩展一下 我看见什么什么样的春风里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可以 我们看见什么什么的冬天里 是吧都可以 那这种训练呢就会让短句 慢慢慢慢的有一个概念 我还可以继续举一下小朋友的例子 我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小狗 那就由此看看他注意到了什么呢 注意到什么呢 小狗的毛是什么呢 柔软度很好 在高大的室下睡觉 树高大 狗很小毛茸茸的 形成了一个什么 很鲜明的对比 这个孩子的观察是很棒的 大家睡觉 再看 我看见优美的春风里 这个我们就乐了 因为我们都是文学教育蛮高的 这个春风可以用优美来修饰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起码说明了一点 这个孩子的春风是非常美好的 喜爱的 春风在他心中是美好的 对 一朵美丽的云 他说云是美丽的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想 还可以有很多词来修饰 云还可以是什么的呢 雪白的 雪白的很好 这个词很好 一束粉红的桃花 一片金光的蜜 那看到春天我们通常都说 应该是什么样的刀田 广东一年呢 广东一年呢 他们的稻子是可以收获两季 甚至三季 所以春天到了什么季节呢 收割 对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孩子们 他们写句子 做训练 他们绝对是来源于观察 对 观察 对食物的观察 对生活的观察 这是他们写作的基础 只要有观察 你就不要担心孩子们写不出东西来 他们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看见一只欢乐的小狗 看这个我没想乐 这小狗怎么样的在杀花 才能看出的是欢乐 是吧 在嫩绿的树下玩耍 我们都觉得这个词用得好不好 特别棒 春天乃树叶发芽 对吧 所以我们得给这个孩子点赞 赞啊 我看见温暖的春风里 春风有温度了 这是触感 一朵雪白的云 一树粉红的桃花 一片黄色的岛田 美不美 好美啊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不失入体会 我们觉得这就是枯燥不畏的文字吗 是吗 不是 我们的文字是充满了色彩 充满了感情的 我们的孩子更是极富有感情的 很不失意的 所以只要我们引导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 是人